大家好,我叫Midian 大家好,我叫Kai 我们是最近来莫这边体验的客人 然后我们拍了整套婚纱照 我觉得整体给我的感觉非常非常的专业 然后我觉得就是莫摄影师 就把我这个平凡人拍得像明星一样 然后首先我们整个流程是这样子 首先我们先约了一天时间来试婚纱 然后决定了一下我们大概的这个摄影风格 然后接下来是约一天来摄影 所以整个过程我觉得非常的专业 首先我选的这两套婚纱 我觉得就是非常贴近我的这个性格 然后拍出来的风格真的很惊艳到我 因为这个婚纱看上去 其实没有就是拍出来的感觉那么的 让人觉得很高级 清冷高级感就是非常符合 就是莫摄影师抓牌我的这个风格 所以我觉得这个婚纱选的还是挺好的 然后你说说你不要这个 因为我平时是比较以纠线状为主 很少要穿这种衬衣啊 西服这种比较重视的衣服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 他们给我选的这套衣服呢 我还是很喜欢 就是感觉找到了另一个自己的这种感觉 就是拍起来也比较成熟 然后比较时尚一些 在拍这套婚纱之前 其实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 我看了很多摄影师的拍照风格 然后以及他们的课片 然后最终选择了莫摄影师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有一个很好的摄影师朋友 他在大概八年前曾经跟莫摄影师 就聊过关于摄影方面的 这个探讨过摄影方面的 这个知识或者是这些内容 朋友就是觉得莫摄影师 非常非常的专业性非常强 而且说他为人非常的谦虚 然后就是他给了我这个建议之后 我就更加确定我要来找莫摄影师 来完成我的婚纱照 所以我在这里其实我非常非常 我对自己的决定非常的满意 莫就非常容易抓到我们的这个 很好看的角度和这个神态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惊喜 看到成片之后我非常非常的惊喜 在选片的时候也让我非常非常的吃惊 因为太多太多好看的照片 让我选的就是 选的真的很困难 每一张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所以整这次的拍摄 给我带来非常不同的这个体验 如果你想要拍非常直上 并且很有个性 而且非常高级的婚纱的话 找莫就对了 聊一句 从第一次进到莫的这个摄影师 我就觉得这个环境真的是 看起来就非常的专业 然后里面工作的人 可以接下来摄影师 感觉他们的关系比较如恰 就是给我一种到家的感觉 本来我对拍照就是没有任何信心 我觉得自己不太上向 我是有很上向的那种 但是呢 来了以后 听到他们的致电以后呢 我就觉得哎呀 其实我也可以拍得很好 然后看到照片以后 我也觉得哎呀真的是拍 没想到能拍得很好 这个拍照本来就是用的 不太常会去做的一些事情 一般都是拍照拍的那边 都是女神偏多一些 然后我对婚纱照的这种印象呢 主要还是听得在一种 就是千天一律的感觉 就是感觉大家的婚纱照 风格啊包括摄影的角度啊 方面都差不多了 然后来了这个 因为我166以后呢 然后我对这个婚纱照 有了另外的这种态度呢 我就觉得这个风格啊 和摄影这个技术方面 都是给了我一种 比较惊喜的感觉 就是让我体验到另外一种 这种拍摄和压道的感觉 然后看到这个长片以后 也觉得外面的这些 映楼啊包括这些工作室啊 拍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是能感觉出来 我团队真的是非常有心的 在做这个摄影的这个工作 非常推荐大家 来找他们的摄影团队拍摄